我跟雷婷的这个渊源 我是在无意间当中 听了广州一个副地缘老师 他的一个带子 那么我听了以后 觉得非常的好奇 他可以模仿人声 也可以模仿动物的声音 非常的像 然后我就一个人跑到广州 去跟他学琴 学了三次 那从此就喜欢这个乐器 他是从山东的这个醉湖 引申过来的 再找个他是山玄 三弦是三条弦 他这个是两条弦 那两条弦中间 加上一个公子 就变雷琴 那么山东最早这个 拉雷琴的这个先生 是王帝宇先生 他是山东雷琴的始祖 那么这个乐器 他是模仿人声动物的声音 这是他的特点 是山东雷琴的ufflepuff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